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教师减负 我们常常说这个校园减负啊 其实呢不止学生应该减负 老师呢也同样需要减负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的意见 提出要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负担 这份意见就强调 教师的天职呢是教书育人 必须要严格清理和这个教育工作 无关的一些事宜 这则意见提出了为教师减负的 二十条内容 也被称为是减负二十条 具体来说呀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呢就是要减少各种检查 评比考核事项 那怎么减呢 要在现有基础上减掉百分之五十以上 清理后的保留事项呢 要实行清单管理 实行严格的管控 不得呀过多占用到老师的时间 另外呀 要减少社会事务净校园 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都不能安排 还要减少报表填写工作 减少抽调借用教师的情况等等 可以说呀 这条条都有针对性 条条呢都戳中了教师的痛点 一直以来很多老师被各种考核呀 压得是喘不过气来 填不完的表格 写不完的心得啊 还有五花八门的活动 这些和教学无关的事啊 把老师呢 折腾着焦头烂额 一些职能部门比较喜欢讲排场 因为校园里啊 老师学生人数多呀 能够呈现出整齐划一的一个视觉效果 所以呢 校园往往就成了各种摊派工作的首选目的地 占用到大量的时间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而学校呢 想聚不能聚 想拦呢 不好拦 这一次减负二十条的最大亮点 就在于他要求的对象不只是教育部门 而是面向各地区各部门 为中小学教师来减负 想减出一个实效 那就必须啊 要形成多部门合力 非教育部门更要自觉啊 要做到能不打老 就是坚决不打老 要我说给教师减负 就是让管理的归管理 让教学的归教学 把宁静还给学校 把时间还给教学 好 继续热点话题 前几天 权鉴传销案开庭 老板树一辉当庭认罪 承认犯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此前呢 外界质疑权鉴传销的时候呢 这树一辉啊 还辩解 说外人不懂直销和传销的区别 我们权鉴呢 是一家合法的直销企业 一年前 有媒体发了一篇文章 叫百亿保健帝国权鉴 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 随着媒体的调查 权鉴的骗局本色 那就原形毕肉 在虚假宣传传销模式下 一年销售额呢 上了百亿 权鉴风波之后 多个部委对保健品市场的乱象 开展了整治行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 还公布了一百个典型案例 揭露了保健品行业的各种问题 从2020年1月1号起 保健品行业又多了一条硬性的规定 就是必须啊 在包装上要注明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 字体呢 要大 要用黑体字 就像香烟盒上 吸烟有害健康 一样要很闲眼 让老年人呢 一眼就能看清楚 以此呢 来提醒消费者 购买之前要慎重 除此之外 它涉及到的传销问题 也需要更有效的监管机制 你像全建公司 它倒是拿到了一个直销许可证 但许可范围并不包括任何药品 而全建呢 不仅超出了许可的范围 把自己产品宣传成包治百病的神药 在经营方式上啊 也变成了拉下线收人头费的传销 有业内人士啊 就说 因为直销传销 它之间的界限有点模糊 取证比较麻烦 在实际执法操作当中啊 存在一些困难 早在2017年 有一位大学生 在天津命丧传销组织 引发广泛的关注 当地有关部门呢 就表示 要打掉非法传销团伙 不打尽是不罢休不收兵 但涉嫌传销的全建 当时呢 成了漏网之语 要我说呀 保健品行业要良性发展 对于它自身存在的问题 这药不能停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标题 火车站电梯闲置八年 公共服务何时提速 都说呀 这火车站呢 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外地人对一座城市的认知 往往呢 是从火车站开始的 前面有 郑州火车站登上了热搜 这站内呀 有一段人行通道 足足有六十八级台阶 这游客呢 得拖着大包小包 一接一接爬楼梯 有旅客就直言呢 这爬楼梯呀 就像上山一样 走几步就得歇一歇 讽刺的是啊 紧挨着这台阶呢 就有四步电梯 不过呢 这电梯秀吉斑斑 布满了蜘蛛网 据说 这电梯啊 都闲置八年了 一直就当个摆设 从来就不运行 有电梯 它干嘛不用呢 这车站方面就解释啊 说几年前 电梯建成后 设计电力施工各部门 没有衔接好 不清楚产权的归属 也没有找到责任单位 所以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 五组电梯 拖着拖着 就拖了这么八年 几年来啊 也有不少旅客投诉 说这是浪费资源 可问题呢 一直没得到解决 曾经有媒体曝光过啊 说电梯 果然就运行了 但仅仅开了一天 有人就说啊 车站客流量非常大 大家伙呢 带着各种行李 上下坡啊 非常需要电梯来帮忙 可是呢 这个火车站的电梯 成睡了八年 都没人管 不只是浪费钱呢 也是给旅客添堵啊 给城市形象抹黑 再次引发关注之后呢 当地很快就回应了 说对此高度重视 会全力以赴 保证着月底啊 让他投入运行 要不说 唤醒成睡的电梯很重要 唤醒成睡的责任意识 更重要 好 接下来进入到 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中东时节 这个气温呢 持续降低 黑龙江很多人家的 这个窗户上呢 绽放出一朵朵 冰花形态各异 有像树枝的 有像羽毛的 还有像花虫的 冷空气作画 这造型呢 有点暖啊 江西吉安 一个村举行传统的 晒冬会 乡民们把红薯 南瓜 辣椒野菜铺开 放在大盘子里 统一搬到一个大庭院 去晾晒 远远望去啊 那是五彩缤纷 欲译着 对美好春天的期待 晒冬 其实呢 是在盼春 上海大学生 美食节 几十所高校食堂的 精品菜式 纷纷惊艳亮相 配合现场的打光 以及各路吃货的目光 就连最普通的红烧肉 都闪着美味的光芒 仿佛在说 这青春饭 好吃 法国塞纳古堡 举办首届彩灯 嘉年华活动 几十组来自中国的彩灯 点亮古堡的夜晚 有天鹅细水灯 有金色麦浪灯 还有彩蝶折扇灯 另外呢 大红灯笼高高挂 是为西式古堡 添了几分 东方之美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在湖南邵阳的一段 铁轨上啊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两名年轻的女子啊 在这铁轨上 来回走动拍照 就在他们身后 不远的地方 一列火车 正朝他们开了过来 这危险呢 是随时降临啊 就在这危急时刻 几名铁警呢 正好巡逻到这一带 发现这情况后呢 立马冲过去啊 把这姑娘给拽了下来啊 这才化险为宜 这两位姑娘 究竟因为啥事想不开 去了来跑到铁轨上去呢 他俩啊 非但不是想不开 还想得挺多 想得挺美 原来啊 他俩是想在铁轨上 拍一条和火车同行的视频 然后呢 发到短视频上去圈粉 事后铁警对他俩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啊 因为他俩这个行为啊 不但危及到自己的生命 还涉嫌违法 根据咱们国家 治安管理处罚法 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 他属于呢 违法行为 可处警告或罚款 县路经的短视频是越来越火了 有些人为了能博出名啊 竟然就剑走偏锋 做一些很出格的事啊 你像之前啊 深圳两名男子 在地铁上啊 拍短视频 为了制造所谓的大场面 他们突然在人群当中 大喊一声窝倒 哎呀 把其他的成哥给吓坏了 纷纷逃窜呢 还有这贵州贵阳 也是几个年轻人 为了拍短视频 在马路上呢 并排开几辆车 把车道呢 全给堵死了 而这两位小伙子 那就更生猛啊 为了当网红 深夜 持刀在马路上狂奔 你看 这种种出格的行为 都成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那些人 也都为各自这样的行为 付出了相应的 法律的代价 瞧见没有 为了走红 逾越法律的红线 那只能给自己招黑 好 接下来是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标题 网红能带货直播 称了新农活 最近一个叫李子柒的女孩 拍摄乡村古风生活 是红到了国外 其实不止李子柒 在广大农村 直播 现在已经成了一项 新的农活 你看 江西干州的网红 农名叫程永东 在骑程员当中 录视频 叫卖自家的 干男骑程 这一位叫桑庆军 他把一条养鸡的短视频 传到网上 他和他的鸡部队 成了网红 他养的溜达鸡 那是供不应求 这位创业者 他叫康丹丹 他给自己养的水果香猪 录短视频 把他们吃水果 玩耍睡觉的过程 发到网上 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这一位叫乌鸣嘎 大学毕业后 回到老家 做原生态牧区的短视频 带动家乡 特产的销售 这直播 不仅打开了销路 让更多的农民 是征收致富 他还推动了 农村生产方式的一些改变 手机也成了新的农具 直播变成了新的农活 数据也变成了新的农资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假装健身 这么就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一份报告 叫2019运动消费趋势报告 这个报告就显示 咱全国大约有一亿人 是假装在那健身 怎么个假装呢 最常见的一种呢 就是办了健身卡 他并不去这个健身房 对这些人来说 办好了一张健身卡 约等于练好了身材 之后的每一天 他总能找出各种理由 不去健身 一直等到这个卡要到期了 也没去过几次 还有第二种假装呢 就是买全套的装备 让装备呢 吃灰 运动衣啊 运动裤啊 运动鞋啊 运动水杯啊 能想到的全买回来 可等到下一次再想起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忘了在哪 全是灰 而第三种假装 也被称为是云健身 那就是什么呢 转了 那就等于做了 做了 就等于瘦了 在网上啊 转发各种 跟健身有关的文章 收藏各种健身教学的视频 然后呢 躺床上 幻想自己 在那挥汗如雨啊 在那苦练腐肌啊 可事实上呢 该怎么胖 他还怎么胖 要我说 假装健身 哎呀 你真想练出一副好身材 那还得动真格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期的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南方人想看雪 北方人想看南方人看雪 前几天 多地啊 迎来降雪 北京已经是今年的第二场雪了 不过呢 这一次的雪啊 很多人都表示 赏得不够过瘾啊 因为故宫当天呢 正好是闭馆 要知道啊 下雪的故宫 那可是属于北方人 独一份的景致 当青瓦红墙 被干净柔软的雪花覆盖 那比平日啊 是多了一层静谧章庄 就像网友说的啊 一下雪 这故宫呢 就成了紫禁城啊 所以呢 只要北京下雪 总有市民踹着长枪短炮啊 在那拍 去故宫拍个够 可这一次啊 正好 故宫闭馆 这就急坏了他们啊 为了在闭馆的情况下 也能看看雪后的故宫 大火也是拼了 有站在故宫门口 从门缝里 往里瞧的 还有在故宫周边 寻找各种高点 想要俯拍的啊 由于故宫闭馆啊 这一次下雪 八达岭长城 超越了故宫 成为热度最高的 看雪的景区 那颐和园和景山呢 是排在第二第三 当然了 对于北方人来说 除了看雪 他们还想看看南方人 看雪的种种反应 你看这一次啊 看到北方小伙伴 能和雪啊 亲密接触 南方朋友呢 又一次羡慕地哭了 只能开启 云赏雪的模式啊 真的雪 咱看不到 就通过看照片 来过过瘾 再发挥脑洞啊 想象一下大雪纷飞的样子 有人就想象成是空中撒盐 还有人想象成是上帝在老头皮 当然了 还有更用心的啊 说这个广东的陈先生呢 正好来北京出差 于是啊 收集了一箱子的雪 用保温箱寄回家 给宝贝女儿看看 他说呀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不能让咱孩子啊 输在旗袍雪上 这还真是父爱如雪啊 而更多的人 则是选择积极爱积极啊 既然我们南方不下雪 没关系 那我就去北方看雪 你像某旅游平台数据就显示 近一个月 冰雪旅游这个搜索量啊 环比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五 瞧见没有 赏雪这么一项冷消费 成了热经济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起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是谁先开始说嗨的 最近有个字特别火啊 很多人都在用 就是这个嗨字啊 文章就说了 嗨呢变成了一个语气词啊 一开始啊 并没有官方规定的书面用字 后来也不知道 谁就用嗨这个字来代替了 北方的方言当中 嗨表示恍然大悟 或者是小事一桩的意思 比如嗨 你早说呀 嗨 我没事等等 尤其是相声表演当中 捧耿的演员 嗨 那是口头禅啊 有人就说了啊 每次看到嗨子脑海当中 就自动这个浮现出 这个于谦老师的脸 本来嘛 嗨还只是小范围的使用 但现在呢已经红遍网络 今年七月 肖战去某视频平台啊 参加活动 看到有人在黑板上留言 说肖战你啥时候来 他就在问题的下边回复 嗨 我这不是来了吗 一时间看到偶像用了嗨 粉丝集体跟上 很多人一开始都看不懂啊 但多用了几次呢 哼 用上瘾了 欲罢不能 此外 嗨这个词呢 它本身也自带光环啊 各种语境当中都适用 朋友跟你抱怨经常加班 你就回答一句嗨 谁不是呢 还有闺蜜给你吐槽 男友不贴心 你回一句嗨 都一样 一个简单的嗨 就为这聊天注入了生活感 让屏幕另外一端的人 会心一笑 感受到和你心灵相通 说到这呀 其实是谁先开始说嗨的 不重要了 咱们现学现用 嗨 管他谁说的 用了就完事了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那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语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